各位其友大家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要做我這個自戰解說125集的復盤 那那個對局的影片我已經放在這邊了 不過當時的一些復盤都只是 剛下完的時候稍微簡單附一下而已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是我結合AI做分析之後所做的復盤 那我用的AI呢是VILA0 然後加載ELF圈中的 那應該也算是目前能夠下載到最強的AI了吧 好那這盤起我是拿擺的 對方一開始下這個錯小木然後大飛手腳 那這時候我是高掛然後他脫退 這邊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時候呢 我當時局後復盤我稍微講一下我是覺得 我覺得用接的應該會比較好 那今天AI也證實了我這個想法 他覺得說接完如果說他硬的話呢 我再走到這個靠應該會好不少 那實戰呢我是使用單靠 那他搬我搬下去 那這邊雙方就走一個定時 這個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個接的時候呢 實戰黑騎是選擇在這邊點 那AI分析的結果是覺得 他覺得這個點不太好 他覺得黑騎應該用 點在這的 點在這 那我如果實戰看到這步騎 我可能會選擇用正的 那黑騎可能會飛起來戰鬥之類的 不過 AI是比較推薦 這邊應該單靠下去 那黑騎呢就搬 那白騎就連搬下去 黑騎打了沾住 那白騎就飛一個 那這個應該也是AI出現之後 才有的一個新定式 那走到這邊呢 黑騎就手拔了 往這邊跳 那白騎這邊呢 也看清了 這坨子他就覺得不是那麼重要 我就把他看清 選擇在這邊繼續下 把這個打拔掉 那黑騎又在這邊繼續走 那這個也是蠻有趣的一個變化 就是雙方進行一個類似契合吧 那就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那白騎都在這邊走 那黑騎都在這邊走 也是蠻有趣的 那也就是說前面這邊呢 黑騎應該要打在這 而不是實戰向他點在這邊 那點在這邊 白騎虎是正常的 那這時候呢 AI是覺得 黑騎應該使用跳的 那他實戰拐過呢 應該是比較不好的下方 他應該使用跳一個 那跳一個的時候呢 那白騎就把這個阻渡掉 把黑騎的後門呢給阻斷 那雙方大致上在這邊 右邊進行一場戰鬥 那黑騎就小飛拆一個 那白騎貼一下之後呢 選擇在這邊小飛一個 這邊應該是白騎不太敢再靠下去了 那靠下去的話 黑騎就搬 那白騎如果說你連搬的話呢 這邊被打了沾上 那白騎這三子應該是 有點孤立無遠了 這白騎這三子有點太弱了 應該不太行 那所以說白騎這邊可能只能用擠的 那黑騎就虎一個 白騎長了跳 那白騎走成這樣子 AI可能會覺得說 白騎這個形狀 不是特別好 因為這個奇形就是這邊有個點方之類的東西 所以說 AI是覺得這邊單飛會好一點 那單飛的時候 黑騎這邊局部應該 再硬的話應該是不太好 因為被黑騎 被白騎把中間這個給連上的話 那把黑騎給關在裡面 那黑騎這邊可能還得 什麼跳一個局部委屈的作火 那這樣子黑騎應該是不便宜 所以說前面這邊呢 黑騎應該要先出頭 那白騎這邊就利用兩下 順便也整形 讓自己有一些根據地 那走成這樣子 大致上告一段落 也是蠻有趣的變化 就是說 前面這邊黑騎應該用單跳的 會比拐過要來的好 好 那我們就回到實戰 他拐過了 那這邊 我實戰是用斑的 不過AI覺得 這個 靠一個也可以 靠一個也可以 不過這邊其實 勝率差距不大 他覺得可以先在這邊靠兩下 再回到這個斑 不過這個其實勝率差距沒有特別大 那實戰我是直接斑了 那黑騎把這個給連回家 我打了接住這邊都沒有問題 那蠻有意思的是實戰這時候我是用飛的 但是AI覺得用虎的會比較好 而且這兩點其實差距還蠻大的 這個飛好像掉了10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說還差蠻多 我當時實戰是沒有特別考慮 就覺得 飛一個應該是蠻正常的 不過後來想想其實這個飛呢 他的形狀不是特別好 因為黑騎這裡有個夾的手段 有個夾的手段 那白騎如果說要保持聯絡完全的話呢 只能用接的 那接的話這邊被黑騎給貼下去 這個白騎騎行實在是很差 這個白騎騎行太差了 這邊黑騎馬上有個斑過嘛 那你如果要繼續阻渡的話 那黑騎這邊隨便頂一頂 那黑騎 這個白騎的效率實在太低 這全部都是一坨單關 那這個白騎肯定不行 那你如果說是接上面的話呢 那黑騎這個利的利都是先手 不然他可以渡過嘛 那這樣子白騎還是一樣 效率非常低 都是單關 所以說這個 這邊被黑騎一夾 其實白騎是蠻痛苦 那你如果說要虎來跟黑騎戰鬥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 不過這一圖的話其實就 會比較複雜一點 而且白騎也未必能夠站得動 這黑騎就打了衝出來 那這個 也許直接要站的話 黑騎未必能行 不過 總是局部白騎有缺陷嘛 就是說黑騎如果說要馬上 直接來的話應該是行不通 但是將來日後 可能配置不一樣的時候呢 那黑騎跑來這邊夾一個 那白騎可能就會蠻難受的 所以說這個騎型 其實白騎是有缺陷的 因為黑騎這邊有個夾的手段 那可能也是 就是 AI覺得這邊用虎比較好的一個原因 虎的話其實就只有一個點一下的問題而已嘛 那這個利用其實就還好 比較能夠忍受 跟這個 飛被黑騎夾一個相比的話 這個虎 其實 被點一下也還好 好 那麼回歸實戰 實戰是黑騎選擇在這邊掛一個 選擇這邊掛一個 沒錯 那不過AI是比較推薦 這時候跳一個 好 那麼掛的時候實戰我是在這邊靠 我是選擇了靠了一擊 我當時實戰 在講解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擠跟連班的下法都有 那我今天比較想使用擠的這樣子 不過後來根據AI的分析 他這兩點的勝率其實差很多 這個擠應該是掉了15個百分點左右 所以說差很多 他是覺得這棋只此一手 只能連班下去 然後就走成剛剛講過的這樣的一個棋型 那這時候黑騎可能就跑來這邊雙飛燕 那白騎就靠出來 就走這些定時 那後面不是特別重要 重要是說白騎這邊呢 應該是只能選擇連班下去 好 那麼實戰這個我應該就有點虧 不過這是AI的判斷 總是跟人類的判斷呢 未必能夠完全吻合 我當時覺得這個擠了 然後這邊走一排外事還不錯 那這邊呢 AI是覺得用虎的會稍微好一點 不過這個不是差特別多 好 那麼走到這邊 黑騎掛一個 這邊算正常 那這個二肩低甲呢 也是正常 那飛壓這時候呢 AI是比較推薦用爬的 實際上我是用跳 那他推薦用爬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思路是什麼 爬的話 黑騎大致上只有長 那這時候呢 他會再爬一個 再爬一個 如果說黑騎這時候再長的話呢 他估計就會選擇在這邊 拖先了 他這邊就不走了 那黑騎如果拐下來的話 那白騎也就是在這邊飛一個之後呢 還可以再繼續拖先 所以說我們可以發現 黑騎在這個 這個地方呢 花了很多手棋 就是4 6 8 花了好多手棋 多花了兩手棋 被白騎搶到這兩個大場 那應該說黑騎是速度比較慢 那他所得到的東西其實也很有限 就是這邊一點點木而已嘛 那他這裡本來就已經很厚實 那再多這麼一點點木 顯然呢 黑騎是不划算的 那他另外也提供了變化圖 是黑騎這邊不繼續長 他是選擇在這邊拖先 那白騎呢 估計就把這個扳起來 那雙方在左邊就進行場戰鬥 那這個圖我後來看一看 確實可能比實戰要好 實戰這個跳的話 感覺有點鬆散 那他實戰是夾在這邊 我就跳出來 然後黑騎在這邊進行處理 靠一個3-3 這個也是常用的手段 如果說白騎是跳的形狀的話呢 黑騎這個靠也是常用手段 那白騎就把這個吃下來 這邊雙方都沒有太大問題 把這個只吃住 那黑騎這時候呢 應該說斷一下 這顆只是吃不住的 因為黑騎可以衝了力 黑騎可以衝了力 那白騎這時候只有粘住 那黑騎就把這個給救回去 腳上呢走出一點東西 白騎把這個給斷掉 那這時候實戰黑騎是使用虎的 把他連根粘出 那時候我實戰在下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黑騎這一手 有點過分 我就是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救回家這樣子 那我實戰是覺得 黑騎用點一個可能會形狀好一點 那確實 根據AI的分析 他也覺得黑騎用點一個 再跳在這邊形狀會更好 那白騎呢可能就這邊拆一個邊吧 自己也做活這樣子 那實戰這個虎的話呢 就變成說被白騎這邊一貼 整個黑騎形狀來說並不理想 那他跳在這邊 我再繼續跳一個 他就實戰變成說這裡黑騎有一個缺陷 就是說你如果敢往前走的話 這邊打了一衝 那這邊黑騎應該就還蠻危險 我這邊黑騎應該就蠻危險 你如果這樣子走的話呢 這個剛好被全部斷回家了 我這邊是一個反體的情形 所以說就變成黑騎這裡呢 還得靠這種手段來出頭 所以說黑騎不太理想 那他這邊先利用兩下呢 應該也是一個好次序 那我這邊就出頭 跑出去 那黑騎也跟著跑 那雙方就跑一跑這樣子 那這裡我就稍微比較快速的帶過 白騎點兩下 然後走到這邊的打入 那這邊的戰役算比較關鍵 黑騎拖過 白騎把這個給吃了 那這個大概還好 這裡基本上有兩個選擇 實戰我是覺得這個接有點看不清 所以我才用爬過 那這些其實AI是比較推薦的 不過當時畢竟真的看不清 所以也沒辦法 那我看了一下他給的那個變化圖 實在是很複雜 所以說 我覺得 可能我還是 如果我再下一次我還是會爬過吧 那這兩點其實勝率差不是特別多 這兩點差不是特別多 我記得差三個百分點 沒有特別多 所以說 可能再下一次我還是會選擇這個 比較穩健的下法 就爬過 那這接下來這一手呢 其實蠻關鍵 實戰我是用長的 那從局後來看這一手 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一手棋 因為我當時的想法是長一個 那順便威脅他整塊棋 因為他還沒有完全的做火 沒有明確兩支點 所以長一個的話應該會比 會比接住或者是直接委屈的吃在裡面要好許多 但是其實這個局部應該是用接的會比較好 接的話局部黑棋將來是可以做火 但是呢跟長一個相比 黑棋要做火會比較委屈一點 那他怎麼做火呢 基本上就是打吃了之後點33 那白棋擋住 那黑棋煎過 那白棋局部可以搬連 那黑棋可以團一個 那這時候局部呢 黑棋有一個單利的先手 所以說白棋沒有辦法去吃黑棋 如果你衝了點想要去吃黑棋的話呢 黑棋可以靠這個利的先手 那就可以做火了 你沒有辦法再繼續吃了 這樣子的話 這白棋就全死了 所以說這樣子白棋不行 那所以說呢白棋大致上就搬一個 那搬一個的時候 我看AI的圖居然是這邊使用打結做火 這讓我覺得還蠻奇怪 因為其實他單利就可以活了嘛 因為他利一個有先手 所以說這邊他使用打結做火 我覺得還蠻奇怪 那基本上我覺得有兩種解釋啊 一種是他出了一點小差錯 因為其實AI他在一些局部的公殺 或者是說包括爭執啦 有時候會看錯一些東西 那另外一種解釋是覺得 他可能不想讓白棋這附近有先手 就是說黑棋必須得靠這個單利的先手才能夠做火吧 那如果說你直接走的話 那將來白棋在這附近可能就會有一些先手 比方說假如有朝一日 你把這個兩顆給切下來 那黑棋馬上就得補一個 那你如果說 喔馬上就得補一個 那不補的話就直接進死 那你如果說 是打結的話 那有朝一日把它切下來 跟這邊根本就沒影響 你這邊還是一個打結火 所以說就沒差 那他也有可能是這個想法 那我不太確定是 是到底是怎樣 那所以說局部基本上他要進火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會小一點 你如果是藏在上面的話 這個黑棋點33就有眼力多了 你如果還是擋的話呢 他就可以打吃了之後 可以 甚至可以立在這邊 喔那黑棋可以靠一路小間的先手來進行 跟白棋進行戰鬥 如果說白棋想要跟黑棋打結的話呢 比方說衝了挖在這邊好了 他先看挖了在這邊 挖在這邊 黑棋就把他吃了 那這邊呢黑棋鋪進來 基本上算是一個 對白棋來講非常重的一個結材 因為打輸的話呢 就變成說白棋這邊可能全部都會死在裡面 所以說對白棋來講還蠻重的 但問題是白棋其實結材非常的少 喔白棋結材非常的少 這邊基本上沒有 這裡也不夠大 那這裡的話只有鋪了再打吃 基本上就兩枚 那對中間的話 也未必能夠找到適當的結材 而且黑棋是可以直接把白棋提掉 那你基本上也沒有結材 這個衝過來 可能也不夠大 就算你夠大 那其實也是只有一個結材 那最多就給你一枚兩枚三枚 那只有三枚的話一定是打不贏黑棋的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黑棋在這邊呢有大量結材 挖一個啦 挖一個再接住 然後再衝一下 那基本上就好多枚 那 再繼續點一點也是有好多個 或者是說損一點的話呢 這邊 煎一個或者是說挖一下 基本上還是有好多枚 那甚至這邊拐呢 也都是有結材的 所以說這個結其實是白棋打不贏的 所以說這邊呢 白棋很有可能就會 面臨崩潰的處境 那也就是說白棋這個應該是不太能夠 跟黑棋進行打結的 你如果斷也是差不多 斷的話黑棋還是可以虎在這邊 那局部還是有個結 那走人打結白棋基本上就不太行 因為這附近太多結材 所以說前面這裡呢 白棋基本上只有選擇在這邊擋 只有這邊擋 那黑棋又凹一個作禍 這樣子的木樹呢 會比白棋剛剛 用接住黑棋活的木樹要大很多 剛剛那一圖是黑棋只有三木 那這一圖明顯黑棋有 這個是七木棋 所以說差很多的 喔我說剛剛那圖指的就是說 白棋這邊用接的 然後黑棋打了點三三 然後走成這樣子 這個搬了 假設黑棋用立下 那這樣子將來這個沖是白棋的嗎 那立是黑棋的 那黑棋就是有 一二三三木 那後來的那個圖呢 是黑棋有七木棋 所以說差太多了 喔這差太多了 那所以說排棋前面這邊呢 明顯應該用接的 但實戰雙方都對於這個點三三 視而不見 喔算是蠻嚴重的失誤 實戰呢他先在這邊衝一衝 然後在這邊點 進來破了空 然後我這個拆邊也是蠻大的錯誤 明顯應該用病的 或者是煎一個補這個角的缺陷 好病一個應該比較好 煎的話可能味道還是蠻臭 並一個這個明顯是全盤最大的一個關鍵點 那我這個拆邊明顯是太抽了 那他這個打呢 也是蠻有問題 雙方應該都必須馬上去走這邊 那他打的時候我也應該立刻去補 如果說補到這個白棋勝率應該是有90以上 那實戰我跑來這邊飛一個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一手棋 因為本身呢 木數並不大 而且其實這整塊棋沒有任何後保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白棋去走這個 這完全是不知所云的一手棋 那這一手棋呢勝率虧了48個百分點 實在是非常誇張 那雙方都對於這裡視而不見 那再來實戰他終於動手了 問題是他用靠的 那用靠的呢 基本上就沒有那麼嚴厲 那尤其是後來他的走法有點失誤 他這個就是搬起來被我打吃一貼 那黑棋其實不太好動 那走成這樣子應該說黑棋就不太好 那後來這裡又被我這個藏出來 去跟他進行戰鬥 那走成這樣子應該說黑棋就已經有點失敗了 但實戰是黑棋從這邊尖出來 去跟白棋進行戰鬥 實戰是類似走成這樣子 那這邊我應該要戒 然後他衝的時候我跑去這邊立下 把這邊給補掉了 那前面這邊黑棋應該要立刻動手 跑來這邊開截 這邊是關鍵 那如果說開截的話 白棋首先是肯定不能跑 跑的話這邊叫吃一下一拐 這裡就死掉了 所以說白棋只有提 那黑棋可以打一下 打一下的時候呢 白棋提 沾也是差不多意思啊 沾的話 黑棋就走在這邊 那這邊拐一個可以吃白棋 那走成這邊打結 也是同樣的意思 那提的話呢也差不多 反正就是白棋這裡得補 白棋這裡得補 那這邊一提就走成打結了 所以說黑棋應該要立刻來跟白棋進行打結 這樣子還挺看不清的 應該說黑棋還比較好 這樣應該是黑棋比較好 因為 黑棋中間有許多劫產 那你如果再走這邊的話 白棋其實有轉換的可能性 把這邊全吃掉 也挺搞不清的 不過至少黑棋在中間有好多劫產 所以說這個結 白棋我覺得應該還是打不過 應該還是打不過 那他實戰呢 等於說他跑來這邊走 那後來實戰已經被我給補掉 補掉之後黑棋就沒有任何機會 好那麼稍微總結一下這盤棋 一開始呢 這走成這樣 這邊白棋應該先接 那單靠是稍微比較不好 那走到這邊呢 黑棋應該用打在這 而不是點在這 那這點完之後 他也應該用跳的 而不是單管 那這裡呢 就走這個圖 那這邊我應該用虎的 而不是這個飛 然後這裡呢 我應該要單連班 擠的話會比較不好 然後這裡應該可以考慮 連爬兩個 可能算比較場合下法 因為他這邊特別厚 所以可以考慮連爬兩個 就拖先 然後這邊還好 沒有太大問題 然後這裡虎出有點過分 應該點了跳 然後這邊還好 沒有太大的問題 然後這裡 這裡還好 我是覺得 因為接太複雜 所以說 就直接爬過 然後這裡 這裡蠻關鍵的 這個白棋長一個 明顯 讓腳上流太大的漏洞 應該用接的 然後之後幾手 雙方都對於這個 點334而不見 那雙 算是雙方都蠻大的失誤 這個拆編呢 也是 錯誤的蠻離譜 明顯應該併在這裡補 那這個呢 是全盤白棋勝率 掉最多一手棋 掉了48個百分點 明顯應該補在這 那這裡呢 他應該用點33的 來 來進行破控 這個碰比較不好 然後黑棋最後的敗爪呢 應該是這裡沒有立刻開結 如果立刻開結 那還挺看不清的 可能黑棋甚至還比較好 可能黑棋還比較好 那他實戰跑來這邊 尖的話 最後被白棋也補掉 那黑棋就不太行 好 那麼今天這盤棋 就復盤到這邊 最後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大家